老公 咱家滴漏坏了 去买个滴漏 好嘞 闺女啊 给你50块钱买个新滴漏 好嘞 媳妇晚上吃偶片啊 吃什么偶片吃偶片 这就是你给我买的滴漏啊 这不偶片吗 我给你拿100块钱 让你给我买滴漏 你就给我买个这碗呀 不是 我把钱给闺女让她去买的 我爸就给我5块钱买不了啊 我给你发工资 是让你来追剧的吗 年终小没有了 经理别呢 原来是做梦的 吓死我了 我给你发工资 就是让你来追剧的吗 嗯 年终小没有了 我给你发工资 就是让你来追剧的吗 年终小没有了 呀 在我梦里你还敢那么嚣张 你给我滚 你可这么刚说话 咋的我还敢打你呢 来来来来 你给我把我甩开快点 不是 为什么呀 哎呀你鼻子花你帮我甩开 哎呀你鼻子花你帮我甩开 哎哟你妈 哈哈哈哈 爸这都快过年了你咋又病了呢 不和这一样的帅哥都是挺多的 帅哥多你叫搭讪一个呀 不 赶紧去吧 帅哥你有病啊 嗯 你有病吧 我没病 你不是有病吗 你有病吧 你会不会说话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这人不太会说话 你来看哪科 不许那儿啊 哦 你有什么病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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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什么病 你全家都是病病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哈哈 爸等我买车的时候 一定要买大排量 开出去做气氛 你每天就上下班在城里开 大排量不费钱吗 嗯那你说买啥样呢 我们可以选择经济实惠 动力勾用的黄金排量 微型车的黄金排量呢 是自然吸气的1.0到1.2 紧凑级车呢 自然吸气1.6到1.8 或者涡轮增压1.4T到1.6T 中型车呢 2.0到2.5 或者涡轮增压1.8T到2.0T 就够用了 原来选排量还跟车型有关 选排量啊 要结合车身的自重 一般情况呢 自重每增加一吨 就相应增加0.8到1.0的排量 涡轮增压也是一样的 爸 你给我买辆车吧 我等你23岁的时候 我就给你买 真的吗 太好了 不过呀 你在我心里 永远是吧 是 爸 你太能吃虑了 你不醉 你这是怎么没有素质啊你 你是太平洋的保安嘛 你管哪儿这么宽 你就是一颗咸鸭蛋 又咸鸭蛋又温蛋 这你 你就是一个豆沙包 又豆油茶又草包 你就是一颗酸菜鱼 又酸油菜又多鱼 小伙子 垃圾不落地 文明靠传递 文明靠传递 小伙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